4月2日 瑞安警方接到诈骗预警信息 辖区有女子小芳疑似遭遇电信诈骗 民警于是立即电话联系 让她停止相关操作 随后为确认小芳不再上当 民警连夜上门对她进行反诈宣传 这个就是类似于炒股嘛 虚拟币嘛 把新股的博产的 你做的这个就这种啊 刚开始你也像你这种的心意给你赚了小钱啊 据了解小芳经朋友介绍 接触到了一个叫航空科技的投资网站 小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入了1000元 并很快获得了300元的收益 而这类就是典型的投资理财诈骗 先让你尝到甜头 然后骗受害人加大投资进行杀猪套路 你可能就心痒痒的你可能还会做 为什么我们要过来啊 我就怕你这个东西你就还放着 觉得这次投了反正都提出来 下次再多提再试一下 万一还能提出来的 每个人被聘都是这个心理的 经过民警的一番劝说 小芳最终答应民警不再往里面投钱 随后民警还指导小芳 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 并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 务必提高警惕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